最后《生还者》第七集改编自原作DLC Left Behind 讲述了乔尔受伤后 艾莉在救治她的过程中回想起有关来历的往事 既交代了她受到感染的经过 又向观众发觉出她隐藏的心伤 对塑造艾莉的整体角色形象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原作采用了双线叙事 艾莉着腰的主线与回忆同步推进 再穿插进各种遭遇战 令这段故事的整体节奏张弛有度 坦酷现实和美好回忆的强烈对比 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剧中则大量删减了艾莉拯救乔尔的情节 将她和莱莉的回忆片段单独用闪回的方式拎出来讲 故事结构和第三集类似 开头用三分多钟简略交代了主线 艾莉将乔尔搬进了废弃小屋 外面天寒地冻两人又缺食缺药 乔尔伤情越来越严重 再耽搁下去恐怕性命难保 她劝艾莉放弃自己回杰克逊镇找汤米 这一幕和比尔中枪 劝弗兰克去找乔尔形成呼应 乔尔背着艾莉偷偷流泪 除了身体上的痛苦 恐怕也是为辜负了艾莉而自责 艾莉上楼番找医疗用品 回忆如潮水般涌来 几个月前她还是联邦救灾局训练生 在训练时又遭到同学被资宁挑衅 双方再次大打出手 她被教官矿上尉叫进办公室谈话 艾莉有个翻看教官清语照片的细节 说明她对家人亲情有种朦胧的憧憬 教官惩罚刹身都是直接关禁闭 但她认为艾莉有当领导者的潜质 所以耐住性子好言劝解 给她讲明了两条人生道路 一是努力当领袖 不仅物质待遇高 还能对贝瑟尼去留发号施令 二是继续混日子不学好 当一辈子大逗命 执行最危险的任务 早晚死于非命 谈完现实后 教官又给艾莉树立理想信念 她认为不管名声好坏 对策局代表秩序 是隔离区能维持下去的唯一原因 没了他们将天下大乱 教官的话让艾莉有些触动 她正决定修炼举止 好好努力时 失踪近一个月的室友莱莉 忽然以混音新人的身份 半夜翻窗回来 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咱们仔细瞧瞧艾莉的宿舍布置 原始心忙 冷笑话书 真人快打 各种太空主题的海报贴纸 恐龙涂鸦等 将她的兴趣爱好展露无遗 面对失踪多日的室友 艾莉有满肚子的疑问 莱莉却让她先别管这些 跟自己出去玩个通宵再说 艾莉拿这个风室有没办法 出发前她要换衣服 习惯性让莱莉回避 这也是在暗示艾莉的取向 两个女孩熟练的发布军校 一看就是惯犯 路上他们从一个刚死不久的人身边 捡了一瓶酒 在莱莉的怂恿下 艾莉第一次喝了酒 第六集 她问乔尔要酒喝时 说过自己并不喜欢酒的味道 这一晚 她为了陪分别许酒的朋友 艾莉的再三追问下 莱莉说明了她的经历 三周前 艾莉又被关了禁闭 莱莉觉得无聊 就溜出去散心 玛琳忽然找上她 认为她避开警卫的身手不错 一番交流后 又发现她很厌恶对策局 于是邀请她加入了火影 原作中 莱莉因为无法融入军校 内心一直很压抑 她和艾莉大吵了一架后 夫妻出走 玛琳招她入伙 也没这么随意 好歹进行了一番试炼 游戏里 艾莉和莱莉重逢后 火摇位一直挺重 剧中两人的互动 因为没有了吵架的前因 所以融洽和谐得多 谈到政治立场问题时 他们虽然也谈不拢 但一直用开玩笑的方式互对 没有上纲上线 同时莱莉一直以 艾莉年纪还小 很多事都不懂 来回避争吵 随后两人潜入了 封锁的购物中心 艾莉被莱莉准备的 惊喜震撼到了 仿佛走进了梦幻城堡 这里高度还原了 游戏场景和里面的各种彩蛋 比如艾莉第一次 走电动扶梯时的兴奋 两个女孩一起玩旋转木马 拍闺蜜大头照 在游戏厅里玩真人快打 不仅场景色调 比原作更梦幻 情节上也更加美好 一座废弃多年的购物中心 她的设施多半已经报废 剧中却基本上都能唱完 可以解释为 莱莉是个天才维修工 提前把设施都修理过一遍 也可以说 这是艾莉家的回忆滤镜 云叔其实更喜欢原作中 艾莉面对坏掉的街机 闭着眼睛错摇感 靠莱莉的讲述脑骨游戏过程的剧情 周边环境的残破和荒芜 令这份童真显得更动人 从艾莉和莱莉的互动中 那些闪烁的言语和微妙的表情 能够看出她在暗恋莱莉 当然这不是剧集乱改的 关于艾莉的兴趣向 前几集有过一些铺垫 比如台四问艾莉有没有男朋友时 她说没有 在杰克逊镇 艾莉翻看同龄女孩的日记时 觉得她们满脑子男生很奇怪 站着艾莉的角度设想一下 自己的暗恋对象忽然不告而别 在确定对方不是出了意外后 她肯定会胡思乱想 担心是因为自己的单相思暴露了 所以她一直追问莱莉为何出走 还问她是不是交了火银男朋友来试探 无奈莱莉也有自己的心事 所以一直没有察觉 他们逛商场时遇到情趣内衣店 莱莉随口打趣说 一下子戳得艾莉小鹿乱撞 她还偷偷照镜子整理一容 细旋转木马这段 艾莉的微表情很是耐人寻味 被莱莉注视凝望时 她既欣喜又害羞 脸上偷偷起了红晕 她胆怯了 将艾莉的气氛怪罪到酒上 她偷偷注视莱莉时 又怅然若失 思绪万千 对情窦初开的艾莉而言 有太多担忧的是 自己是不是一厢情愿 如果表白会不会连朋友也做不了 这种怀春少女的心事 都被贝拉很好的演绎了出来 女孩们尽情疯完 殊不知危机就隐藏在角落 打完电动后 艾莉觉得时候不早了 提议今晚先散 以后继续再玩 莱莉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 最后表示自己准备了礼物 将艾莉带到了自己 这段时间暂住的地方 看到莱莉拿出冷笑话书第二册 艾莉简直要乐疯了 但她高兴没多久 却发现莱莉在为火银保管炸弹 聪明如她立即醒悟 这座商场是火银的据点 莱莉只是负责看管装备的新人 所谓的梦幻之夜约会 不是莱莉精心准备的 只是她顺手为之 接着又一个炸弹冒出来 莱莉即将离开波士顿 火银派她去亚特兰大隔离区的住点 莱莉坦言她曾问过玛琳 是否能让艾莉也加入 但玛琳一口回绝了 接二连三的噩耗 将艾莉拉回了现实 她郑重地问莱莉 到底为什么带她来这里 最后一次试探莱莉的真正心意 莱莉却说只是想见她最后一面 好好告个别 艾莉夫妻离开 走到一半却又回头 终究不舍得和莱莉这样不欢而散 往回赶时 她忽然听到惊呼声 以为是莱莉遭到了袭击 结果发现是鬼屋里的惊吓磨合 情绪一张一尺后 两个女孩终于愿意好好谈谈 莱莉坦言她加入火银最重要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们解放全世界的信仰 而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她 认为她是重要的人 像家人一样给了她归属感 这是她在军校从未体验过的 军校给她的只有同学的排挤和霸凌 校官对插身的歧视和忽略 而她毕业后 成为对策局士兵的第一分任务 居然是下水到杂物 莱莉明白自己不属于对策局 她必须离开 艾莉理解并尊重了朋友的选择 两人化解合合 打算局备前再分一阵 他们戴上头套跳舞这段 也是对原作中放鬼屋剧情的整合 虽然看不到表情 从艾莉迟疑的动作中 也能看出她内心的挣扎 如果不采取行动 她和莱莉将止步于朋友关系 在见面时便是敌人 又何况失道险恶 此番生离或许就是死别 所以她最终放下矜持和担忧 冲莱莉真情一吻 所有未亲属完的话都在这一吻之中 莱莉马上全明白了 她没有拒绝艾莉 艾莉发现自己不是自作多情 顿时陷入了狂喜 只么火影对策局通通掏之脑后 他们决定厮守在一起 可惜乐极生悲 被惊醒的感染者忽然扎出 女孩们慌乱之下试了方寸 最后艾莉爆发出爱一道的潜力 惊险地杀死了感染者 但他们也都被咬伤 按照普通人的标准 最多几天功夫 他们就会变成行尸走肉 莱莉表示他们有两个选择 一是在彻底感染前自我了结 二是继续坚持 哪怕不能改变结局 也要争取每一份生存的机会 艾莉幻想着第三个选择 也就是深的奇迹发生 莱莉遗憾地表示 希望并不存在 她像第二集的真君学女教授一样 清醒地拥抱了绝望 然而造化弄人 并不存在的希望出现了 但只眷顾了艾莉 最后这一幕聚集复刻游戏 BGM扮用了Left Behind 莱莉被遗留在艾莉的记忆中 也成了永远的遗憾 亲头回到主线 过去的教训坚定了艾莉挽救乔尔的决心 她最终找到针线 开始为乔尔缝合伤口 老乔脸上胃干的泪粉也深深触动了她 就像莱莉的银言索缩 这一次她绝不放弃 以上就是《最后生还者》第七集的剧情解析 按照《堪萨斯诚》时艾莉的话 推测莱莉最后感染发作 被艾莉亲手了结 本集想要复刻第三集的成功 再讲述了沧桑老人 将亲爱发展成亲情 最后携手一身混沌黄泉后 再刻画一场属于年轻人的青涩苦恋 这样的爱情就像刚已绽放便凋落的花朵 尽显无哀之美 但老实说 剧情体量和节奏上 第七集远远不如第三集 在主线乔尔受伤的紧张时刻 忽然放入一整集的回忆 平铺直去 缺少悬念 片尾的冲突爆发力又不太够 对没有接触原作的观众来说 比较影响观感 而且第三集两位老演员的演艺 是那段戏的画龙点睛之笔 贝拉的演技虽然挺不错 但饰演来历的斯托姆瑞德 却差了点味道 好了 本期就先聊到这里 我是云书 我们下期再见